長者到診所接種次世代疫苗當第四劑 但截至十九號統計 國內七十五歲以上長者 疫苗覆蓋率仍未打九成 且有近兩成的長輩一劑疫苗都沒打 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仁賢痛批 長者接種疫苗防重症死亡 但近兩成一劑都未打 政府該打屁股 王仁賢更痛批 指揮中心五月就該解編 因為目前所有公衛人力 都被確診個案的通報托死 天天忙著去確診數 沒有餘力衝高長者接種率 另外週六次是在疫苗開打 第一天只有四千四百六十九人施打 打氣似乎不高 對此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香表示 第一天只有十一個縣市開打 部分縣市午後才會收到貨 頭兩天打氣偏低很合理 至少要觀察一周 另外專家不斷提醒 今年是流感大年 國內採購六百七十萬劑 公費流感疫苗 但民眾近年來接種流感疫苗 意願偏低 去年五十到六十四歲 接種率僅有一成三 創五年來新低 醫師吳昌騰分析 這兩年大家一直在打新冠疫苗 可能達到疫苗麻痺症候群 如果不打流感疫苗的話呢 即使你身體再好 你還是有少數的機會會重症 甚至會一起 比如說心肌炎腦炎甚至死亡 近兩年未見流感疫情 加上民眾戴口罩 大部分人對打流感疫苗 意願偏低 專家呼籲不要等到出現重症死亡案例 才要接種 記者余盛行陳嘉倫台北採訪不到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鐵